大家好,我是Dan 在周末上传的影片 Pabby Monster七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影片内容提到 成员们以最终几位的成绩 成功以Pabby Monster成员出道 但事实上 这并不是排名 而是杨颜色公开最终成员时候的顺序 由于节目中曾出现中间成绩排名 而且在整理资料时 看到一些内容显示成员们的最终成绩 我错误的进行了判断 因为影片是在周末上传 所以大家给我的留言 确认的也有点晚了 真的很抱歉 以后我一定会更加仔细的确认资料 做好功课后再进行拍摄的 希望Pabby Monster的粉丝们能够谅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网友们私讯的内容 目前在韩国正在播放 SBS和爱奇国际版合作推出的 男团选秀节目 Starlight Starlight是来自全球各地的69位少年 经过一连串的敬演后 最终由观众投票选出九人国际爱豆男团的节目 由伊森基提审 Chu Young-Jun-Hui Hane-Kunenbin Tobojici-Erik和Stacey-Yun 站起来大喊 不行 停吧 Stop Hane-Kunen的表示 我知道节目组很想展现我们的决心跟毅力 然后也想看到我们坚持的精神 我们是人 不是机器 对此 伊森基表示 大家不是为了想成为在粉丝前面表演的K-pop idol才来的吗 爱豆们在演唱会上多则表演30多首歌曲 这是在剥夺观众开心欣赏关手并尽全力表演的权利 如果连这都觉得很累的话 我能理解孙英豪为什么会这么说 当然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选拔国际爱豆歌手 而不是为了表演才艺来到这里的 所以要继续下去 因为那边真的有不知疲倦努力表演的朋友们 但如果你现在说这样的话 会打断他们的节奏 只要给予他们支持 让他们能够持续展现最佳的表演就好了 因为这个节目在韩国的讨论度非常低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官方YouTube影片底下 韩国人的留言 比M内还要恶劣 就算是知名舞者 连续跳将近20次这么长的歌曲 体力也会耗尽 表情自然会变成那样 更何况他们还是练习生 这实在太过分了 爱豆们在舞台或演唱会上 表演个10到20分钟就已经很累了 连练习的时候也很辛苦 可是要他们做个20 30次 坐在那里的评审们能做到这些吗 但为什么以森尼会说 这是成为K-POP艺人的必经之路呢 我好像从来没看过以森尼真正跳过舞啊 看着看着真的生气了 连那些想来当爱豆的孩子们也会想逃跑吧 不是傻乎乎的多要求就能成功的 勇敢站出来的孙英浩 我会支持他 被演算法推送到这里来 现在才看到 看到我狂哭 哪有让人五指尽跳舞的 这种事谁能做到啊 哎 为孙英浩的勇气鼓掌 总之 虽然有点麻烦 但我还是注册并投票了 希望大家都能成功 加油 从头看了一下 航母人的留言 几乎都是在骂制作者和伊森尼 称赞孙英浩的勇气 所以 对于Starlight第二集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一位韩国网友在论坛发布了标题为 看来组合名已定后的JYP新人男团的贴文 并附上了韩国特许厅商标权的搜索截图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不是确定 只是韩国饭权讨论的内容 请大家不要误会 总之整理下就是 网友们猜测 JYP娱乐将推出的新人男团叫Kickflip 韩文叫法师Kickflip 而主要成员是 透过男团选秀节目 劳德选出的最终出道组 因为最近JYP也新设了5本部 也在各个平台注册了Kickflip的账号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相信 这个谣言 对还有劳德 现在终于要出道了 哇好像很久没见过 从一开始名字就感觉不错的组合了 有NZ的感觉 英文名还不错 但发音有点不太顺畅 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成员们都挺不错的 所以还是很期待 名字发音起来太强烈了 有点让人想到儿童玩具 所以Kickflip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近不是实力好就能走红 这是JYP最近在KPS综艺的Dantara制作发表会的时候说的话 很多人应该会认同吧 不是吗 实力出众的艺人有很多 但真正能红或不能红的差别 可能就在于Starsson的差异 之前索源在韩国互存联也强调过Starsson 韩国元老级超级巨星Dahuna也说过 能让粉丝和黑粉都疯狂的才是真正的明星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真的 实力没关系 只要公司包装的好就行了 最近这种现象更严重了 实力真的无所谓 所以用实力来黑他们真是莫名其妙 真的很认同 外貌不一定要出众才会吸引人 反而是个性和魅力更重要 说的没错 但想要长久发展 最终还是需要实力作为支撑 所以想问一下 大家也认同 最近不是实力好就能走红这句话吗 为什么 所以想炒红突然间